快看,这些儿童动画频道制作非常简单的动画,平均都有几百万的粉丝,每个月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的收益。 此外,全球动画行业的规模预测已经达到了上百亿美元,大众对动画的需求逐日增加,那么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为什么不加入呢? 你可能会担心,自己对动画一窍不通完全是个小白,怎么加入? 不用害怕,AI将会帮我们处理95%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引导它。 此外,我看了市面上大部分的所谓AI动画的制作教程,但实际上都不具备可信性,因为它们几乎都没有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动画人物的一致性。 二,动画人物对话的口型匹配问题,大部分都根本不开口说话。 然而,今天的视频,我不仅会示范如何从故事概念到最终动画成片的整个流程, 还会提供大量实用的工具,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让你能够做一个真正可以盈利的动画视频。 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XGBT生成故事大纲级分镜。 所有伟大的故事都先从一个想法开始。 首先我们找到老朋友,拆GBT同学,希望他帮助我们写一个故事的脚本。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故事框架,也可以先告诉他,但是我没什么想象力又很懒,所以直接让他写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咒语。 你好,你可以帮我写一个短故事吗? 我们对好朋友GBT同学总要客气一点嘛。 这个故事针对的是5到10岁的孩子,告诉他我们的用户对象。 故事内容需要有男女主角,且均为人类。 因为人类的外貌特征更明显一些,这在我们后续生成画面时有帮助。 名字是英文,毕竟YouTube上英语秀众面更广嘛。 其中部分场景有主角之间的对话。 这个原因我们留个悬念,后面你就知道了。 请你写出这个故事的大纲。 来,让我们看一下GBT同学写的故事。 是不是还不赖? 第二步,生成分镜画面描述。 有了故事以后,我们就需要分镜了。 以免有小伙伴不知道分镜是什么,我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在电影或动画中阐述故事某个情节的时候, 需要有不同的画面去呈现它, 包括不同的视角,近景,远景,中景等。 例如给大家看一张韩国电影《寄生虫》的一小段情节。 左边是导演的分镜手稿,右边是对应电影中的画面。 看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心里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这段话我不做也罢,别急,我们XGPT好帮手又可以帮助你。 这次的咒语是这样的,请你根据上面的故事整理一个表格。 其中第一列是场景,第二列是对应场景不同的画面分镜, 第三列是对应画面的英文旁白。 不错,写得很好。 我们把这个表格复制到Google Doc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这个故事的主角形象,继续问XGPT。 请你总结一下以上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些角色, 并且帮我设计一下这些角色的概念草图, 例如它们的体型、容貌、服饰、发型等。 非常好,我们接下来还需要XGPT做最后一件事。 根据每个分镜生成对应Me Journey的prompt。 我试验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生成prompt, 包括网上调教的一些咒语, 但整体使用下来我认为还是AIPRM这个谷歌浏览器的插件最好用。 具体链接可以在说明栏找到。 安装完成后,里面有各类大神针对各种场景写的prompt, 都可以直接用。 在搜索框搜索Me Journey,选择第一个就好。 然后我只需要在GPT的对话框输入我需要生成的画面信息, 它就会帮我按Me Journey的prompt格式生成结果了。 我们先生成男女主角的形象, 然后再把GPT之前生成的分镜画面输进去, 让它同样返回对应的prompt格式。 三,生成主角形象。 好,现在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请出第二位AI助手Me Journey。 这里和大家说明一下, 使用Me Journey每个月需要支付10美元。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用这个免费的网站呢? 因为我自己生成过几次画面, 整体来说我认为质量还是比不过Me Journey的, 所以相信我这个月费花得会更值。 我们正式开始生成的图片咯。 可能有小伙伴之前就很疑惑, 为什么前面需要专门生成男女主角的形象? 这是因为, 现在用AI生成动画或漫画的痛点之一, 就是很难保持主角的形象一致性。 所以我们可以先生成他们的角色概念草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的prompt中, 需要加入这些关键信息。 Character Sheet, White Background,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Poses。 其次, 我也建议大家先确定一下自己希望做的动画风格, 例如是迪士尼风的, 还是宫崎俊风的, 等等, 可以先在网上找一张电图。 所有都完成以后呢, 我们上传电图, 右键复制它的链接, 把刚才男主角的形象描述, 和我说的关键信息都粘贴进去。 然后GPT就生成角色概念图啦。 这里的第二张不错, 就是它了, 点击U2, 就是Use第二张, 可以得到这张的高清图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你希望它生成更多表情, 或者是全身的照片, 你可以尝试点击Zoom Out, 或者是这里Pen的选项, 例如向下Pen, 就可以把你的图片向下延展出脚的部分。 女主角的生成也是一样的方法。 好, 我们男女主角的概念图都有了, 现在需要把她们的角色概念图进行分割。 这一步有点繁琐, 但是非常关键。 我在最开始尝试的时候, 就因为嫌麻烦省略了这一步, 导致我的主角一直无法统一,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为什么要分割呢? 因为需要让机器学习它的不同表情和动作, 而如果一整张都放在一起, 后续在生成图片时, 也很有可能生成和这张图类似, 有多个分身的图片。 至于怎么分割, 首先我们Midjourney生成的图片,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糊,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把它变得更清晰。 好了, 现在是不是马上变清楚了很多? 我自己是苹果电脑, 所以我直接用苹果电脑自带的套索工具, 就把这张图裁剪好了。 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 可以用PS或者线上的一些裁剪工具。 裁剪好以后, 我们把这些图全部放进Midjourney, 再次获取它们的链接。 我建议把这些链接一个个复制在一个文档中, 这样后续直接复制一整段就好, 很方便。 第四步, 生成分场景画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正式开始当大导演, 制作我们的动画了。 我们来看一下分镜脚本。 第一个画面是一个下雨的场景, 我们把GPT生成的Prompt直接复制过去就好, 让Midjourney生成一些空镜的画面。 不错, 我喜欢这种, 使用它。 因为我想前面的空镜可以长一些, 所以我后来又自己发挥多生成了几张。 第二个画面, 两个人看着下雨的窗外。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男女主角了。 先把刚才我们生成的角色概念图的所有链接复制进去, 然后输入这个场景的描述词。 你们喜欢哪一张? 我觉得第二张不错, 就它了。 然后是女生看向窗外,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生成一张图片。 似乎这张有一点下雨忧郁的感觉, 又和我们之前生成的女主发型比较符合, 那就它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有时候GPT生成的图片会带黑边, 这个你可以让它再次改变, 或者是zoom out的方式去解决。 但是因为我这里已经想好的画面就是, 男女主角在不同空间但是重叠交错的样子, 所以这里的黑边不会有影响, 我就没有处理。 第三四个画面是, 男主和女主打电话。 我们在按之前同样的方法, 分别生成男女主角单人打电话的场景,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 感觉Me Jenny理解的电话和我的电话不是一个概念, 还有女主的这个电话, 每一个在耳朵上的。 我为了让她把这个电话提起来, 生成了好多遍, 好像机无力一样。 我最后选择放弃, 还是选择一个静静的画面就好了。 不得不说AI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第五步, 用PicaLabs生成动画。 实际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图片转视频工具有两款, Runway和PicaLabs。 虽然Runway有收费, 但大家每天可以免费生成二十几个视频, 基本也够用。 而PicaLabs和Me Jenny一样, 是在Discord中的, 并且完全免费。 我对比了一下两款生成的效果, 个人认为差不多, 而且各自也会有不稳定发挥的时候。 既然这样, 那肯定有免费的啦。 大家可以点击说明栏中的链接, 进入Discord安装PicaLabs, 然后在左边这里的Generate里, 随便选一个频道进去就好。 斜杠换起Create Prompt, 这边可以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用文字生成视频, 另外一种是你给他一张图来生成视频。 我们用的是第二种模式, 点击增加一, 我们可以把刚才在Me Jenny生成的图片 直接拖进去, 命令里面写一些我们希望的动作, 例如下雨, 人们走路。 用同样的方式, 可以把刚才我们生成的所有图都变成动起来的视频。 它的生成会需要一点时间, 大约两到三分钟, 我建议大家这一步和上一步交替着做, 反正Me Jenny和PicaLabs都在Discord中切换起来也挺方便的。 由于全球的人都在用, 所以会有很多消息, 你的生成结果可能会被冲掉。 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收件箱里直接找就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非常好, 点击下载。 第六部, 生成配音。 画面完成后, 我们制作配音的部分。 这个故事包括旁白和男女主角的对话, 所以我们需要三个声音。 这部分我们也当然交给机器来做。 我给大家推荐Eleven Labs这个平台, 用于宣承AI配音。 它每个月有一万字的额度, 我相信如果你只是玩一玩的话, 还是够用的。 我们先把第一句旁白放进去, 然后选择一个声音。 我不得不说, 这个平台我认为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交互。 它这里没有任何筛选的按钮, 比如男生或是女生。 我每次选择都需要一个个点击去试听。 不过考虑到它是免费的, 就不在意这些细节了吧。 好,我们依次生成旁白, 男主角和女主声音给大家听一下。 It was a rainy day. Jack and Amy sat by the window, watching the pouring rain. Hey Amy, how about we put on our raincoats and go play in the rain with mud? That sounds fun, Jack! I'm in! 是不是还不错? 根本听不出来是机器的声音了吧? 第七步, 对画面和声音嘴心。 我们平时看动画电影的时候, 肯定会有主角说话的画面, 总不至于一直都是空镜和旁白, 对吧? 但我看了一下, 现在各个平台几乎所有的AI动画视频教学 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就会导致最后根本用不起来。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技术难点。 我首先用了比较著名的两个数字人平台, DID和Hedron, 它们都有让图片开口说话的功能, 但是我上传以后都显示的是无法识别面部, 这就说明了动画人物的图片转视频, 是一个现在很多平台的技术盲点, 但我坚持不懈, 最终还是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工具, 叫做Lalamoo, 可以实现生化同步, 而且还是免费的。 看在这个份上, 是不是可以为我点个赞? 在这里点击上传我们刚才用PicaLabs 生成的动画视频, 然后再上传用ElevenLabs 生成的声音, 选择好画面和声音进行合成就好。 嗯,还可以, 我知道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我们也得给AI成长的机会嘛, 对吧? 第八步, 把视频变清晰。 使用这个平台生成的视频有个小缺点, 会变得非常糊, 几乎不可直接用。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视频增强的软件, 让它变得更清晰。 我使用的是这一款。 第九步, 视频剪辑。 终于到最后的这一步了, 就是用剪映剪辑。 在剪映里把画面旁白拼凑起来, 加一些转场和音效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成片。 第十步, 去水映。 这一步是可选项。 我们使用PicaLabs生成的视频都会带有一个大大的logo。 如果你介意的话, 可以使用一些视频去水映的软件去除。 我暂时找到的是这个平台。 我暂时找到的是这个平台。 当然, 如果你有更好的去除视频选音的平台, 也欢迎评论去告诉我。 最后和大家聊一聊, 我在制作这个动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认为现在AI动画还存在的进步空间。 一、AI几乎还是无法实现流畅动画。 例如, 我这边有一个场景是, 男女主穿上雨衣, 打开散, 外出。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动画, 一般就是一连串的动作, 对吧? 但是现阶段, 我们只能分别生成三个画面, 然后拼凑在一起。 像PicaLabs或者是Runway这类的动画。 虽然可以让图片动起来, 但几乎还是基于图片现阶段的微调。 实现大动作, 要么会跑偏, 要么就是完全不正常。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步上, AI动画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二、 AI绘画对表情或衣服的细微变化还是比较困难的, 很多细节它也很难保持一致。 例如, 男主的角色形象卡中是这样的服装, 但是它的两个场景里, 虽然大致服装相同, 但细节是不一样的。 我也使用过局部替换的功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衣服还是不会更换。 或者我认为这个表情太忧郁, 我希望它开心一些, 也无法通过命令完成。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也很欢迎告诉我。 最后的最后, 我也想说, 我们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流量, 为了赚钱, 用AI去做一些粗枝滥造的作品, 而是利用AI帮我们减轻劳动力, 实现过去光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例如, 你有很好的讲故事的能力, 过去你可能只能自己写下来, 但互联网时代, 你可以把它分享到网上, 让更多人看到。 而现在, 你甚至可以利用AI, 把你精彩的故事变成动画, 让它变得更生动, 更有趣。 很多人都说, AI时代我们都要失业了, 这个大家暂时也不用担心。 例如AI动画, 我认为还是远达不到人类创作的程度。 更何况, 我认为这些技术, 可能可以解放过去我们一些反重的劳动力, 反而让我们转向去做更多有创新的工作。 对AI的态度, 我认为是, 如果你被它主导, 那你就会被统治。 而如果是你操控它, 它只会成为让你更快成长的工具和加速带, 所以完全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麻烦给我点赞收藏并且关注我吧, 也算是对我爆肝整整两天的一点小回馈, 非常感谢。 我是穆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